实际上呢 我们有些时候又干脆就把它 把它翻译成什么呢 就是叫做 判断 发送 缓存区 是否为空 对不对 也说当他为空 也可能是上一步已经发完了 然后我是不是再发 发完之后我就走了 因为麦铺的谁我只掉一次 然后你其他人干其他活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是一个 这是一种思路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根据这个思路 根据这个思路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现在呢 我们就用这个 这个方式 这个方式呢 来进行一个接收 来进行一个接收 就是说用这个 当然你用那个超级终端也行 但我这呢 超级终端 我这个地方主要是界面 看起来很丑陋 对吧 我就还用这个集成开发软件 CQCRT来处理一下 好吧 那怎么做呢 我这时候就说一下 首先来说呢 你应该是先打开我的电脑 点属性 在我们计算机中呢 你在这个地方有个硬件 硬件中有个设备管理器 这个设备管理器中呢 就有一个端口 一般的机器呢 就是创口应该还是有 创口还是有 如果你的机器中没有创口 那你就没有办法 你可能就考虑去买一个USB转创口 或者是那个PCI转创口的 然后你就看一下你的创口名称叫什么 如果是你通过转换的创口呢 可能大部分情况下都不是COM1 有的是COM4COM5COM6都有可能 我这呢是COM1 说明什么这个地方呢 看到我计算机啊 就是接收端是COM1 什么意思 我画这个逻辑图啊 你看一下 这是板子 板子中呢 是不是这地方有一个创口 看没有 有个创口 那么我们发送 实际上数据就通过这个口子 发到这根总线上 看没有 而这根总线最终来说 是不是接到了我们PC上的这个创口 看没有 这个创口 那么这个创口接收完的信息 最终来说 我是不是想显示在一个终端上 看没有 因为你要显示出来啊 所以这个数据 最终要显到这来 那我现在呢 我就开发一款软件 是专门从这个创口中 把这个数据怎么的 是不是显示到这来 看没有 所以说那我们这个CQCRT 实际上就是一个软件 就是它就叫终端软件 那你想这个终端软件啊 配主要配什么 是配这个人 还是配这个人 就说这个创口啊 它的那个协议是 我是读它还是读它 就是配 你到底从哪个创口中来读 是配这个还是配这个 很显然 是不是应该配这个 对不对 因为我这个终端 是通过它来取数据的 对不对 所以一会呢 我当然这这画不出来了啊 就是说 以后我们再配它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叫做 选择端口的那个选项 那个地方呢 我们就要选成什么呢 选成这个 CM1 就这个地方叫CM1 你就选CM1 不是说这个地方叫CM1 你叫选CM1 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地方是CM0 还没有 板子叫CM0 我这个就CM1 所以你选择CM1 然后是在配置上 它什么1152 乱七八糟就可以了 还没有 是这样的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怎么配啊 这个因为软件 可能有些东西没用过啊 好 那我先把这个之前的删掉 之前的删掉 现在就点个new 然后这呢 new的过后呢 你会发现有很多协议啊 其中我们就选择 串口协议就可以了 那点击下一步 然后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看 就是开始选端口了 看没有 那么这个端口呢 看很多啊 因为它也不知道 你机器有多少个端口 那么我们根据我们的机器 因为只有CM1 所以你就选CM1 CM1 好 然后波特律呢 根据我们刚才计算的效果呢 咱们是不是115200啊 当然今天下来做实验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把这个波特律稍微改啊 当然我建议改呢 不要改大啊 不去改大 改小一点啊 比如5760 你看看 再把你的重新修改一下 你看那是不是还是能接收 hello word 等等这些信息啊 然后数据位呢 是八位 机有脚烟 位没有和停止位 一位 还是按照我们之前发送端怎么发 你这接收端就怎么收 对不对 然后最后呢 一定要注意这个地方 有个叫流控制的啊 因为我们这儿呢 没有考虑那么复杂 所以流控制呢 我们都不用啊 如果用的话呢 你可能后面会 就是发送 接收的时候可能会 发送的时候可能会有问题啊 所以这儿呢 我们就建议大家把这个勾也去掉啊 顺便把它去掉啊 好 然后点下一步啊 然后这个地方的名称呢 你可以随意洗啊 甚至你叫APC都可以啊 没有关系的啊 当然我们这儿呢 为了跟这个名称 就是有个建名之意啊 所以我们这儿呢 还叫这个名字啊 点完成 好 然后你要想连的 直接点Connect就可以了啊 所以这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Connect呢 实际上这个地方就已经有了啊 然后这个窗口呢 一开始字体比较小啊 非常小啊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可以点着Appreasing 这地方有个绘画选项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绘画选项 如果你觉得这个没配好 重新配下就可以了啊 然后这地方有个Apprease 你可以把这个字体 稍微调那个大一点啊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咱们要想 在这个窗口上发送一个什么呢 就是 就是一个 比如发送一个字符 A 然后发送个B 发送个C 那么看看行不行 对不对 好 我们把这个程序写一下啊 因为窗口点是有了 我们现在是不是只要在Mile函数上测试下就可以了啊 好 那么这个测试过程中 大家注意啊 我肯定不能先掉LEDtest 因为LEDtest是一个时循环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儿呢 在这个Mile函数之前 还是先包含啊 好 先包含我们那个窗口.h啊 窗口.h 好 首先第一步 根据刚才说的道理 是不是先对窗口进行一个处置化啊 处置化 然后处置化过后呢 我们那个就是马上开始进入叫一个叫MyPot C的过程啊 那么这个地方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千万不能用双引号 因为双引号是地址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要想发送的是一个字符啊 是什么呢 是一个A啊 发几个吧 好吧 发三个啊 A大写吧 A B C啊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屏幕上能看出ABC 不就正常了吗 对不对 那么有个人说 那如果说我现在想去变成一个字符串 行不行呢 好 顺便呢 我们干脆就 因为反正要做实验啊 因为每次都稍挺麻烦的 我们顺便就把MyPotC 也写出来啊 而不MyPotC啊 叫做MyPotS 好吧 MyPotS 这个PotS呢 应该说比较简单了 写的话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那么这个PotS呢 我想要想写呢 非常简单 怎么的 是不是我们就用一个Wire 然后把STR里的内容啊 取出来啊 然后呢 每取一个呢 我们就调用那个MyPotC 是把STR的内容发给它 同时呢 STR再往下走 这是不是就是这个MyPotS啊 对不对 比较简单啊 那现在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啊 你看我发了几个 那你发一个字符不更方便吗 你看MyPotS啊 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只需要跟着一下 比如我们就要发Hello World 好吧 Hello World啊 好 这样不就可以了吗 这样比你一个个发不方便多了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呢 就看一下 咱们现在这样一个测试在我们板子上啊 它是否能够正常运行起来啊 好 那个 把它先关掉一下 好 现在呢 我们已经进来这儿啊 进到这个地方呢 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之前啊 我们这个地方呢 还要再添一个啊 因为我们不多了一个叫做窜口点 我嘛 你看 哎 这样的话呢 你就相当于有这个makefile啊 咱们应该说就非常简单了 你就直接直关心那个呃 前面变量的添加啊 关于后面整个操作的都可以不关心了啊 大家再看一下啊 啊 呃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啊 好 都没啥问题啊 好 现在我们因为还是SD卡编译 所以说那个env的环境变量呢 我们就相当于还是不跟啊 因为默认就SD嘛 对吧 好 好 make啊 呃 当然你安全点先clean一下 make一下啊 好 没有什么错误啊 大家可以讲没有什么错误 对吧 哎 然后呢 呃 哎 注意一下啊 这个地方的 好像有点什么问题是吧 我看一下啊 啊 这写反了啊 大家看一下这 啊 因为之前我说 啊 大家看啊 就是他在这里上 如果env等于的是SD卡的话 我们是不是确实是零 对不对 如果是ram才不是开这儿啊 刚才咱们上回一个写错了 是吧 改一下吧 没事 没事 改一下啊 就是SD卡我们是不是零 因为系统一启动 从零 从零 从那个SD卡来启动的 对不对 哎 当然这个地址有没有问题 我们后面通过实验再改 好吧 哎 当然这个 其他还有什么问题啊 然后 这叫ldflog 好 那没什么太大问题啊 还是重新clean一下啊 因为 呃 makefile赶了 是吧 好 最后就没问题了 是吧 哎 使用的是零地址 然后名字还叫ld 好吧 哎 呃 这个都无所谓 因为名字只是一个名称 好吧 哎 好 那下面呢 我们那个 稍写到我们的那个 SD卡上 然后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因为现在就可以不用那个了 啊 不用再看着咱们板子了 因为咱们是在窗口上打印东西 对吧 哎 好 好 我们打开那个tools啊 好 在这啊 那下面 呃 看 确定一下 是不是这个啊 先看一下啊 免得到时候那个 稍错了啊 好 考到上屏幕的binary啊 考到上屏幕录的binary啊 好 如果不放心了 我这样吧 我们还是稍微改一下 因为 你先把这个bin删掉啊 重新来那个生成一下 好 再啊 那就说明是他 是他啊 好 天哪 fuse啊 我把它擦掉 好 成功 没有问题 好 quit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来 那个 插入到开发板了 我们看效果啊 好 我们看这个窗口啊 我们打开 开关啊 好 哎 风鸣器开始叫啊 啊 这种我说一下啊 这个 因为他这个可能是硬件的问题啊 因为我发现了 就是 如果他风鸣器叫 然后把那个 嗯 应该是 因为我们程序没有对风鸣器进行操作啊 然后 如果是这样的话 咱们稍微再重启一下板就可以了 好 可以了啊 就是说因为可能刚才是开关的信号的问题啊 好 但是现象是 哎 确实有一个啊 但是怎么的 但是跟我们想要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大家看一下啊 哎 也说按说 A B C啊 对不对 然后是hello world啊 怎么只会打出一个A呢 什么都没有呢 对不对 说明什么呢 说明看来我们这种程序呢 可能 在哪个地方出问题了 对不对 也就是这样写 或者说 或者甚至来说 myputs啊 的操作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那么后面这个B和C 是怎么回事呢 那一会儿我们来 下面呢 我们就来调一次调试一下啊 调试一下 好 那么刚才呢 我们发现的一个现象是这样的啊 就是 我们调试一下呢 就这个啊 就是我使用了1 2 3 4 5 6 连续打出来了 然后呢 把这一项屏蔽掉 因为我们会发现 现在的情况很麻烦啊 就说你 好像只 只看出了ABC啊 当时 然后又打印出一个 东西都根本没打印出来 对吧 那么我们先考虑的第一个啊 就是先把这一 这一块内容 先进行一个处理啊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运行的效果啊 好 大家看到一个效果是1和6啊 那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是以后看到这种问题呢 呃 我们大概猜测啊 就是我们 就是以后有个调试的经验啊 就是看到 只有手 只有尾 那说明这个地方在发送过程中呢 它可能就 哎 是不是丢掉了 对不对 哎 那为什么丢掉呢 因为我们之前其实已经那个 告诉了 就是我们在那等 对不对 哎 那么看来是不是在等错了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是因为我们是这个值跟这个值相进行相啊 应该后来我们啊 其实在这儿啊 就是相 应该是相货对吧 这儿写错了啊 应该是这儿 就是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应该是相语上 然后判断它是否为一对吧 就判断某一个位是否为一应该是用语啊 而不该用那个货啊 当时想可能想错了啊 呃 应该是因为 因为只有这个地方循环没有 就是没有等够足够的时间 所以才会导致什么 咱们那个程序再往下发 下一个人的时候就发不了了 啊 所以应该问题在这儿啊 然后顺便呢 我们把这个调完了 干脆就一起再调到这儿啊 就是把这个支付串看看行不行啊 好 我们试一下啊 好 还是把它稍写下去看一下啊 好 选择210 然后scanfor 好 擦除啊 成功 好 我们看一下 好 我们打开窗口 咱们来看一下啊 好 把它先关掉 然后重新连啊 这样屏幕也可以轻一下啊 好 大家看到啊 现在效果是 哎 123456是有了啊 但是 但是什么呢 但是我们这个支付串始终没有打出来 对不对 哎 那说明什么问题呢 那说明看来支付串上有点问题 对不对 按理说 从这个程序角度来讲啊 这一段代码和我们这一段代码实际上效果是一样的 对不对 说明这段myputs这一段代码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那么问题在哪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定位在哪呢 定位在这个 也就是你传的时候是不是传错了 好 那这个呢 问题呢 有在我们下一个啊 下一个实验 也就是实验2的时候 我们来思考一下 如何能够发送一个支付串 好 吧